大S和汪小菲 一个是貌美如花的知名女星 一个是身价不菲的金城阔少 两人当初闪婚闪恋时 鲜少有人能想到 有朝一日 他们会闹得如此 不可开交的地步 不过台湾知名作家李敖的女儿李文 就曾公开表示 对其二人的婚姻不太看好 没想到还真一语成衬了 堪称最强预言家 当年李敖女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大胆地讲述了自己对汪学类的看法 对于富二代和女明星这样的CP 她非常不屑 直言 觉得蛮俗的 李文和汪小菲 其实谈不上是多相熟的关系 二人警示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 有过纪念之缘 但就在这短暂的相处中 李文就察觉对方不是什么善茶 对她的印象非常不好 除此之外 李文还大胆爆料汪小菲的逆心 直言对方有口臭 对于汪小菲的母亲张兰 外人大多都觉得 她是一个励志拼搏的女强人 但李文却对其评价不高 觉得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同样的 她也觉得大S的马巴黄春梅 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李敖还在逝时 她也曾登上综艺节目 表达自己对汪小菲的看法 有其女 并有其父 李敖同样也不看好其二人的感情 至于张兰为人如何 李敖更是毫不客气地吐槽到 一脸红肉 看样子对张兰这个人 她也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听完女儿当众爆料汪小菲口臭 李敖不仅没有制止 反而笑着调侃道 全世界的臭气这么多 为什么偏偏闻她的嘴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其实李敖本人和汪小菲并不有什么交集 她也并不想认识对方 并表示 不认识 幸好不用文 不得不说 李敖不愧是搞文字工作的 言语还真是犀利 又一针见血 当时在节目中 李敖还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表示自己 非常期待未来张兰和黄春梅的世界对决 她一早就喊话大S 劝告她 又在婚前把金钱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今看来 这场婚姻的结局 还真是被李敖妇女说中了 风波闹得十多天 不仅汪小菲和大S互嗆 张兰和黄春梅也纷纷下场爆料 战斗力丝毫不数年轻人 不知道这一家子 何时才能消停呢